大家好,这里是汪哥书电影,我是汪哥 西游记想必大家都看过吧 四十土里的有感情戏的啊 除了唐三藏,那就是猪八戒了 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猪八戒和高翠兰之间的爱恨情仇 电影天鹏归来 话说呢,天鹏被打下凡间之后啊 成了混迹妖界的猪刚烈 和黑风洞的黑熊妖那更是好哥们啊 被佛主安排在高老庄等待唐僧 高老庄的高家有一个女儿高翠兰 方陵十六正是出嫁的时候 但是却一直嫁不出去 原来她的脸上有一条伤疤 谁知一天晚上竟有彩花大盗闯进来将高翠兰给踩了 高老爷那是高兴的不得了啊 一直愁嫁不出去的女儿这下子不用愁了 结果彩花大盗半路上遇见了猪刚烈 猪刚烈误打误撞的救下了高翠兰 第二天又将高翠兰给送了回来 高老爷势而复得却愁容满面 他趁机将高翠兰许配给了猪刚烈 可是猪刚烈喜欢的是嫦娥呀 于是他半夜偷摸逃走了 结果被高翠兰拦路绑了回去 就这样猪刚烈被强迫和高翠兰成了亲 之后的日子猪刚烈一直寻找机会逃出去 可是每次都被高翠兰阻拦 猪刚烈变回原形打算爬狗洞逃出去 结果刚爬出去就被一个屠夫抓住 幸好高翠兰经过 善心大发把他给买了回来 之后两人的日常就是赏月谈心 赏流星谈心 赏银河谈心 在和高翠兰的相处中 猪刚烈渐渐的被高翠兰打动了 两人之间的情愫也开始发生变化 直到玉兔来接猪刚烈 上天找嫦娥 两人被高翠兰当场抓住 高翠兰知道自己脑袋上一片绿之后 暴怒的将猪刚烈拉来当街示众 这让猪刚烈想起了当初被贬下凡食的耻辱 终于抵挡不住怨气露出了原形 丑陋的面孔将周围的路人吓退 可是高翠兰却没有逃脱 在他看来 自己和猪刚烈是一样的人 他将脸上的人皮面具接下 向猪刚烈展示了自己不堪的一面 希望猪刚烈能留在自己身边 可是高老爷很快就赶来 带走了高翠兰 猪刚烈失意的回到了黑风洞 整日在洞里买醉 玉兔告诉高翠兰 猪刚烈好歹前世是上仙 接受不了自己变成妖 是上天找嫦娥这件事 一直在支撑着他 结果高翠兰让他在这么多人面前出丑 恐怕现在猪刚烈羞愤愈绝呀 高翠兰听完赶去黑风洞找猪刚烈 谁知被黑熊妖打伤 猪刚烈背着高翠兰逃回了高老庄 为了帮助猪刚烈完成心愿 高翠兰利用火药做动力制作了飞愿 不是我说啊 不是你们妖怪不都是会飞的吗 怎么怎么这样啊 怎么还要搞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啊 因为高空上缺乏氧气火药无法燃烧 飞渊很快就掉了下来 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找到天火石 可是天火石被一颗戒子保护着 任何东西只要靠近戒子三尺之内 就会被吸进去化为尘埃 为了拿到天火石 高翠兰冒险靠近了戒子 因为主角光环 最后高翠兰成功拿到了天火石 与此同时赶去西天取经的唐僧 也到达了高老庄 猪刚烈并不想和他们一起取经 于是扛着钉耙和孙悟空进行了一场对决 谁知这个猪刚烈竟是高翠兰伴的替身 孙悟空不是又火眼睛睛吗 竟然看不出来 你说闹笑吗 高翠兰想代替猪刚烈死在孙悟空手里 这样猪刚烈就可以自由的去找嫦娥了 最后关头 猪刚烈识破了高翠兰设下的局 等他赶来时高翠兰已经奄奄一息了 最终高翠兰死在了猪刚烈的怀里 到这个时候呢 猪刚烈才明白自己对高翠兰的感情啊 他愤怒至极要杀了孙悟空为高翠兰报仇 可惜呢 他不是孙悟空的对手啊 最终猪刚烈被唐僧尸除收服了 随同他们一同踏上了西京之路 看完电影我只想说呀 翠兰你真的是白死了 好了 今天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